用钻头打磨萝卜 这样的创意还真是罕见 陈大哥说 带有糊面的磨砂石 是他专门为了掏空萝卜定制的 运用抛光的原理 能够将萝卜壁 一点点打磨变薄 却不会破掉 这是眼力和手感的统一 越薄越见功力 要想达到它的标准 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功夫 这么薄的这个萝卜壁 它敲着声音特别清脆 等会直接把肉馅关到里面 直接上锅砖就可以了 晶莹剔透的萝卜 就像一个玉壶 准备装入喷香的馅料 放入蟹黄和青豆打底 再加入蟹粉肉馅 塞满后倒扣在盘子里 入锅蒸制 陈大哥说 要想吃蟹不见蟹 还需要再一次画龙点睛 等会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 还能变魔术 这一滴下去它给凝固了 对 这瓶橙黄色的酱是什么 为什么遇到水就会凝固成小圆球 爆浆的感觉 里边这浓浓的那个蟹黄味 陈大哥说 黄色的酱是海藻蟹黄酱 将蟹黄碾成粉 加水 用搅拌器搅成蟹黄酱 再加入适量海藻酸钠进行搅拌 让蟹黄酱变成更加浓稠的液体 装入容器 海藻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增稠剂 而让粘稠的酱变身爆珠 关键就在这碗其貌不扬的白色颗粒上 这些白色颗粒学名叫钙粉 浴水会被分解成钙离子 当海藻酸钠遇到钙离子 可迅速发生离子交换 生成凝胶 所以海藻蟹黄酱与钙水接触的刹钠 瞬间在外表形成一层透明薄膜 给蟹黄酱裹上了一层外衣 里面却是液体 吃起来才会有爆浆的口感 萝卜球出锅 将剩下的蟹黄下油锅煸出香味 倒入事先熬好的鸡汤 煮芡 浇在盘中打底 最后点缀上蟹黄爆爆猪 陈大哥独家研发的螃蟹创意菜 就制作完成了 陈大哥给它命名为 玲珑蟹粉狮子头 哦